在李医师买下了红家故居之后 这三千坪大的宅邸 曾经招待李医师的亲朋好友 还有二邻当地的民众 前来烤肉 露营还欢唱KTV 长期以来都聘有园丁 维护花草树木的整洁 但是现在传出来 家住台北市的李医师 因为也快80岁了 无力再在台北跟彰化之间奔波 所以打算以6000万元卖掉房子 只是有这个行情吗 我们来听听房仲人员的说法 红若潭命案是2001年 发生在彰化二林镇的人伦悲剧 虽然除了城市在焚化炉内的 红若潭夫妇之外 三名子女的遗体没有被发现 但是三个人已经被宣告死亡 五人死亡的凶宅可以卖多少钱 其他的房仲说明 宅邸所在的中西里 没有6000万的行情 行情大概落在3500万 再因为凶宅打个五折左右 所以大概2000万是差不多的行情 不过当事人李医师稍早对外说明 他要把房子卖6000万的部分 只是不实传言 他现在没有打算卖 又等到临近的中科二林工业区 带动了房价 他在看状况出手